但我今天班族全部都是用 然後就是 拍照我們的顏色 趕在11月9號 有5家坑業者資源待死前 立法人蔡世英特別邀及 公路總局台北市區建立所 及坑業者到現場討論 相關發車事宜 包括民進黨立委參選人鄭文廷議員 及安樂區市議員張志豪 吳化嘉等人都到場關心 由於先前9026路線 拖班等問題遲遲無法解決 公路總局方面決定停止 符合及皇家經營權利 並協調泰勒、首都、大都會、 統聯及龍貓等客運業者 資源待死,希望無縫接軌 維持該條路線交通運輪 到新的業者接手 除了透過資源待死方式維持運營 蔡世英透露 公路總局將對類似9026路線 但事實上9026虧損 但是任了需求 這件事情在全台灣 不是唯一的案例 其實在其他地方 也有一個路線的狀況 那我是公路總局目前給予的 這兩種方式 一種就是針對這些 重要的路線給予普遍 就是除了公告行駛之外 另外給予相關的價格普遍 鼓勵業者來做這樣的一個服務工作 這是第一個方案 那第二個方案就是 公路總局未來可能會搭配 黃金路線的做法來做行駛 那這幾個做法 公路總局 我跟公路交部都談過 他們正在做內部的會議溝通 那有可能的狀況會是 在9026重新公告之後 會加入政府補貼的檔案 讓整個服務 能夠順利的落成業者的支持 來做為新的承包這樣的一個移民業者 鄭文廷也呼籲公路總局方面的補貼方案 一定要合理公平可行 才能吸引好的客運業者投入經營 提供基隆通勤民眾更好的運輸服務 相關的單位 它的補貼措施必須要合理公平 否則再怎麼樣去招標 也不會有業者願意來做虧錢的生意 那我想現在缺工的情形是非常嚴重 那唯有提供合理公民的補貼方案 才能夠讓這個客運的業者 願意來加入這個蘇運等一個行業 那終究代價或者是代客蘇運這樣的一個方式 並不是一個長久之際 至於民眾關心的搬車問題 將維持平日開行140搬次 立假日開行54搬次 由於是由5家客運業者共同支援 它的客運也將負責在5家客運車頭 放置顯著的9026路線標示 讓沿線搭乘民眾容易辨別搭乘 記者張啟燈採訪報導